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三高疾病的患者就要特别注意 血管弹性较差 万一接触的温度差异过大 心脏难以附和 对此医师就提醒了 胸部如果忽然有闷痛感 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警讯 热乎乎的温泉池迎接寒流来袭 吸引大批泡汤客来报到 不过要是水太烫泡太久 再加上洗三温暖和冷水交替 可能让血管收缩后又强烈扩张 心脏受得了吗 来到温泉汇馆的汤屋里 里面的温泉池温度大概就有42到45度 民众在下水前最好能够先半身泡在池子里 适应温度 从四肢再到头部和心脏 冲水顺序可不能轻忽 因为有研究发现 6成2的男性和4成6女性 首次心肌梗塞时恐怕会猝死 而且发作前几乎没有症状 特别是老人家血管更加脆弱 感觉到胸痛就有致命危机 通常是门筒紧缩的感觉 有些人说像被石头压着 像有些像血管硬化的 它这种弹性比较差 在那个收缩扩张的过程中 它的血管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可能像它的血管里面的板块就破掉 我就造成心肌梗塞 医师建议 洗热水澡最好别超过40度 泡汤时间也限制在15分钟内 离开时先把身体擦干 再接触冷空气 毕竟保命前提就在保护心脏 大一新闻蔡林 梁家明 台北报导 新闻奏降 卖场也推出各种预寒电器 民众选购或使用上都有一些小技巧 专家建议 加热型脚夹电 最好要有定时恒温的功能 才可以避免烫伤 也因为它的耗电量特别大 要使用单一插座 避免用延长线 它其实闪烁的时候 我只要按住加号键不放 最高的部分它可以设定到 顶部出风口的温度是36度 电模式的电暖器 耗尘安全加热又快 轻松几个按钮 就可以把被子烘得蓬松 这些都是新款热销产品 入冬首波寒流来袭 卖场做好准备 季节商品摆在最鲜艳的地方 预计未来一周业绩可以成长两成 现场也有专人解说选购的小配包 电毯保暖商品 要记得选购这种是可以有遥控器的 就是它可以设定你的温度或者是定时 因为长辈在使用的时候 有可能它对于一般像 譬如说冬天我可能手脚末梢神经 感觉比较慢一点点 知觉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以设定一个定时的话 它可以避免它在使用的时候 产生慢性烫伤的危险 寒流带来商机 但也要小心隐藏的危机 根据消防署去年1到11月统计 全台共有近2万8千起火灾案件 扣除其他原因导致来做排行的话 电倾因素有多达3182件 高居第三 尤其大多发生在冬天 我们的一般的火灾 用电量大概占了三成 在冬天的话可能超过四成 以往这种传统的五楼公寓住宅 它的电线配得比较细 1.2mm 所以它的用电的复合是有限的 如果在使用这些耗电量 比较高的电器用品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专家提醒 加热型电器用品 最好要使用专一插座 避免用延长线 家中片线也该定期找人检查 有了正确观念 使用起来才能暖身也安心 大约新闻黄一杰登英中台北报道 这么冷的天气 花莲县警局的荷欢山雪季勤雾 从元旦就启动 人民保姆在第一线守护用路人的安全 慈继之工因此准备了围巾 热浆汤香肌面等物资 与负责该勤务的新城警分局 一起沿着中恒公路的派出所 关怀执勤远景 远景耐着低温大风大雨甚至大雪 在三千多公尺的荷欢山上 执行2018年的雪季勤雾 包括道路管制 封路措施和车挂雪帘等事项 若遇到下雪期间 大雨嶺及小风口会设置管制点 请上山民众务必配合管制措施 配合管制点 比如说一定要挂雪帘 那再上来一定要检查他们的车子 如果说太老旧的车子尽量不要上来 最好就是有四轮纏动的车子 上来可能比较安全 体恤远景执勤的辛劳 慈激之功不畏风雨 准备了物资 在寒冬中送来温暖 准备了30箱的香肌泡面 8箱的胡惠珍粥 还有一桶的县煮的姜汤 希望在那边执勤的时候 也达到一个温暖 也可以为民众 服务的温度可以增加 好 围巾 聚工也帮远景围上围巾 送上平安吊饰 谢谢总是在第一线的人民保姆 谢谢 这个活动已经持续有十几年的时间 每一年都没有中断 我们的同仁也会感念在心 在雪际勤务的时间 为我们在身上的游客 提供更好的安全的服务 大家围在一起话家常 十几年来的雪际关怀 爱的热度不间断 大海新闻 谢宇山邓敏仪 花联报道 谈到了天气 大家都有感受到全球气温异常 像是北半球的北美洲和欧洲 目前是受着炸弹气旋和大雪的侵袭 而在南半球澳洲的气温 却出现近80年新高记录 随着碳排量不断增加 以及过度开发绿地等因素 极端气候的频率不但会更密集 强度也会增加 气候异常 2016年12月到2017年2月 澳洲的夏天就已经历经热浪 灵火 淹水等天灾 打破超过200项的天气纪录 2017年9月专家就警告 历经严重干燥冬天之后 澳洲会面临危险的野火季节 2040年的雪梨 墨尔本的热浪 甚至会飙到50度 澳洲2016年的气候报告也发现 地表和海水温度 从1910年到现在上升了一度 极端高温的天气时间 拉得会更长 发生的会更频繁 强度也会增强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公布 2016年地表气温增加0.2度 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 比18世纪中叶高出了1.3度 2017年不用圣阴现象加持 地表14.7度 成为由气象记录以来 第二温暖的一年 紧跟着2018年一开始 就是南北半球的极端气候变化 研究发现2016年二氧化碳增加 夏天绿林成长的数量 却不足以吸收增加的二氧化碳 科学家说 就算是北半球有强烈冷风 也改变不了地球正在暖化的事实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辑 减碳环保绿色生活方式也成为风潮 但许多民众就认为 一次使用的纸杯比塑胶杯环保 事实上纸杯内部是塑胶材质很难回收 在英国每一年丢弃25亿个杯子 不到1%可以真正的回收 因此英国环境审查委员会就提议 要求征收拿铁税 他们也建议要2023年的时候 全面禁止使用外带纸杯 早晨一杯外带咖啡 是大多上班族的习惯 但现在价钱可能更贵了 英国国会环境监察委员 上周五提议每杯外带咖啡杯 加收25便是 相当于新台币10元 借此减少外带纸杯的用量 目前境内部分商家 鼓励个人攜带环保杯 饮品最高则价新台币20元 但多数委员认为 需采取更强硬措施 尽管有可回收标志 外带纸杯内部 由塑胶与聚乙烯压层组成 很难与外层的纸材分离回收 英国每年丢弃25亿杯 但只有三家回收工厂能处理 回收率不到1% 如果2023年 无法回收所有外带杯 并不排除全面禁止 更建议包装制造商 承受部分负担 独立经营业者说 寻找可回收纸杯相当困难 一旦拿铁税上路 私人店家将受到严重影响 而暑假伦敦大型连锁店 则是在2月 抢先征收新台币2元的纸杯费用 英国环境部表示 会仔细评估委员会的建议 做出裁定 大爱新闻 邱崇玉编译 接下来关心的是 使用公共厕所的问题 在英国一位脑性麻痹患者的母亲 舍不得儿子需要忍受 肮脏的公共厕所环境 在全国就发起了活动 支持改善身脏公测 不仅要干净利落 设施也必须完整 拉开身脏公测的门 就见地上一片黑鸭鸭 这样的心理障碍 是英国成千上万身脏人士每天的难题 布里斯顿的7岁儿子患有脑麻痹 不仅终生依赖轮椅生活 平常也没办法控制大肠及膀胱活动 外出时经常需要更换内衣库 可是大部分身脏厕所设施不完整 于是就只能选在满是尿汁的地板进行 擦拭清扫公测地面 也成了母亲每天例行公事 身为母亲不舍孩子受这种苦 布里斯顿在全英国发起运动 力拼改善所有身脏公测 除了基本整洁要做到位 也要确保每一间都装设成人使用大小的更衣平台 在社群网站张贴自己躺在厕所地上的照片 希望唤起公众注意 即使没办法米平身体残疾的不平衡 至少可以给身脏人士安心如厕 舒适更衣的公平机会 大爱新闻 留人好 编译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正在为伊路撒冷议题 争得沸沸扬扬 那么今天以色列政府重新恢复加萨走廊宫殿 降低了双方紧张态势 寒冷的冬天 民众只能靠生活取暖 哈马斯组织占领的加萨走廊 唯一电厂停止运作 以色列就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供电来源 但是巴勒斯坦政府去年4月 拒绝向以色列缴交电费 导致加萨走廊200万居民 一天只有3到4个小时有电可用 而以色列政府在今天表示 巴勒斯坦政府已经承诺会支付电费 恢复供电 也点亮了尾巴之间的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宏 周一抵达中国大陆展开围棋三天访问 成为在中共十九大之后 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欧洲领袖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欢迎法国总统马克宏夫妇到来 马克宏将从今天开始展开围棋三天的大陆行 马克宏表示 欧洲和中国大陆应该一起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共同努力 建立现代版的思路 马克宏这次访中也会就反恐和气候的议题进行讨论 而且签署大约50份经贸与文化合作的相关文件 回到国内 花莲有一位张先生2015年因为公安意外双脚被大理石压伤 当时候他的右脚严重骨折被医师抢救回来 但是左脚有一个隐形伤口没有被发现 感染之后一度面临截肢 后来经过花莲慈激医学中心郑立福医师判定 虽然肌肉组织已经坏死 不过他的骨骼仍然强健 可以尽力抢救 让真实的左脚变成有抑制的功能 三年前张国森双脚被大理石板压伤 右脚的粉碎性骨折就回来了 但左脚却有个在三个月后才被发现的伤口 经过花莲慈激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团队 超过十次的开刀 还有护理人员的仔细清理 才让张国森的左脚免于截肢 我们是担心还是肌肉坏死的量太大 他把脏的东西带进去 造成他就是怕败血症 还有心脏会停掉 这是我最大的考量 背禁千辛万苦保留下的左脚 虽然没有肌肉可以运动 但也具有抑制的功能 现在的张国森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用自己的双脚陪着家人继续走下去 台北市中正区的慈激志工 关怀着一对母子 他们的租屋处靠近山区 室内总是潮湿 因此弹簧床早已经发霉 慈激志工早就想说 要来说服毕先生替他换一张床 但是总是被拒绝 最近发现这一位毕先生 他的皮肤搔痒难耐 因此慈激志工坚持 为了母子两人健康 终于让他们答应协助打扫 弹簧床边缘很清楚地长了眉 整个先开 这就是让毕先生皮肤搔痒难耐的原因 床架架架好以后 新的堂皇床才放在上面 这样子比较不干 得离潮湿 你的皮肤才不会一直继续恶化 好吗 OK 毕先生和母亲黄女士的住所靠近山区 黄女士膝盖开刀 使得清洁工作震停没有收住 毕先生也无法协助家室 我去平常擦一下 毕先生的右手从小就是麻痹 不能活动 可以活动但是没有着力 没有用力点 只是靠着手 吃饭洗澡做什么都用着手 中正区慈激志工考量他们的生活 必须健康一些 农历过年前协助大扫 过去经营清洁公司的志工 心情大不同 一直做就很快乐 没有像以前是为了钱在做事 现在是为了社会的责任在做 已经丧失功能的冰箱 早已被主人贴上胶带 虽然即将送往回收场 但慈激志工盛进环保里面 刷刷洗洗 仍然要干净处置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持亮珍 陈昭祥台北报道 54岁的黄春花 20多年前是从印尼嫁来到台湾 和丈夫生育了5名子女 不过在15年前 她的先生心肌梗塞往生后 留下幼小的孩子 春花就靠着身兼多处清洁工 来养活一家人 慈激志工也长期关怀 不过现在的春花呢 她会抽空到家福基金会 和慈激做志工 送来新年祝福 虽然已经不是慈激的照顾户 慈激志工还是常常来探望 自从她先生往生 她就没有回梁家了 她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就有什么话就跟我们讲 我们就好像她是台湾的梁家一样 先生心肌梗塞往生 留下4岁的三胞胎 和国小4年级的大女儿 一位女儿过季给亲友 在学校当厨工 外界的关心 她只接受学费资助 现在孩子大了 她有机会就去当志工 身体不好啊 她没办法自己烧啊 老人家 就是帮他们去打扫 在吃进那边之前 也是有做那个环保 天冷又下雨 黄春花才下班 整理一下又得去当清洁工 这么多年来 身兼述职 她不觉得累 反而感恩有工作 让她顺利走过困境 能助人是她心里最大的愿望 大爱新闻 潘云正正瑞萍 高雄报道 接着介绍的这一位 是屏东的慈济志工 邱炳辉 她在退休之前 是一位空军中校 还曾经担任教官 对于学生的慈爱付出 让她获得了师奪奖 退休之后呢 这一位志工 她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曾经经历忧郁症以及糖尿病 一直到做志工 她才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她总是以身作折 精神饱满地做好份内事 那么大家也称她为长官 不过在2016年 她确诊出现了巴金森饰症 手脚无力弯腰做环保 也是很吃力 不过看到她 现在仍然持续志工行程 还用战斗的手握笔超精 即使脚步不太稳 一趟又一趟搬运 步伐坚定 有活力好像停不下来 自一志工邱炳辉 不只忙着做事 二十年前退休 从做环保开始 教官职退休的邱炳辉 大家口中的长官 总是挺直腰杆 但两年前 七十岁时确诊 巴金森是症 下礼拜要报告 我就先把它写好了 你自己做的 这不是做效果啦 这个全部所有 前现在都不是效果 把字放大更能看出不同 没有做效果的每一个字 都是抖动的痕迹 努力面对生活 勤劳做好每件事 即使病痛 让状况难以掌握 腰痠也会腰痛 但痛 你就自己要衡量自己的力量 我不能担任很大的重量 起码轻易人的工作 我能做到 尽本分做本事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大约新闻 赵宏肯宏 评东报道 慈激职工在台东 仁爱之家 关怀无异的长者超过十年 志工发现这里的建筑老旧 考量安全 还有长者的需求之后 慈激基金会 援建仁爱之家 今天上午举办了动土典礼 慈激基金会为我们来 援建这个新的大楼 可以增加八十床 我想这个 不只是对仁爱之家 对整个台东县 在老人照顾上面的需求 真的是可以得到 很大的益助 今天是个崭新的开始 不久的将来 愿民将有一处 宽广又优质的 空间能够安心生活 难道无限关系 台东仁爱之家 创办了58年之久 收容孤苦无一 还有身心障碍的长者 慈激职工七年前开始关怀 那么因为这里的建筑老旧 加上收容人数增加 慈激基金会因此援建 全新的运设 会新增八十一床养护床 以及三十床员工宿舍 还有休闲空间 可以容纳两百人 预定在年底完工 美国入冬之后天气寒冷 加州的慈激职工 举办皆有的物资 方放关怀他们的健康 与希望他们过一个暖冬 感恩您收看今天新闻 祝福您晚安 再会